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這段影片是講中三的第七課 所以譬如7.12 level 2題目 這條題目就說 現在就有一個金錶 它就說過去四年 過去四年 這隻金錶每年增長了5% 那又寫了 又寫了 那又來了 那你都應該20能強增長 1加5% 那是每年的 然後它就說 然後它就說 現在 現在就是6萬8千元 就叫你找回 它總共增長了 在這四年 過去四年是怎樣的錢 這個沒有給年份的 假設我用一個掃線去跟大家說 現在 現在就是 6萬8千元 那現在它的問題就是說 要計算這四年裏面它增長了多少 現在這個是現在價錢 就是四年前呢 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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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就不知多少錢 不知多少錢 OK 那究竟我們怎樣計算呢 就是因為它說它增長了多少 它說它增長了 它說它增長了 每年增長這個1加5% 每年增長5% 那就是1加2 5% 那因為它有四年 所以的次數是多少 就是四次數了 OK 就是說 我不知道這個價錢 我要看它增長 那我計算一下原本的數字 要計算到四年前的數值 你才知道它總共增長了多少 減了就行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計算法就是 先假設P 這個不知道多少錢就當P P的價錢 然後就是四年前的價錢 然後P乘回1加5% 乘4次方 就是6萬8千元 那就除了過去就能夠計算 按計算機 這個它不按出來的 其實可以按的 但是按了出來 你會有什麼數呢 你可以試一下 計算機跟我一齊 我現在又按了 那 等等 先 按回來 好 就是6萬8千元 你沒辦法 我的鏡頭做不到 讓大家看到那個計算機 好 就是 其實這個數呢 就是這個 就是55943.68 好 你要抄長一點 如果你不想抄這個數字 你不就直接拿這個顏色去代表 是吧 沒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所謂的 你抄出來就抄出來 但你不要跟它 你不想抄出來 我就寫55940 不行 因為這個不是最準確的數字 如果你用一個不是最準確的數字去計算的時候 它會影響了最後這個答案 好嗎 所以你要拿這個長寫 好了 然後計算完這個答案之後 它說要看總共增長了多少 就換回現在6萬8千元 減回這個數字就知道增長了多少 所以你按回計算機 6萬8千元 減回現在這個數字 減回這個數字 這樣就會出到呢 是這個數字 是這個12056.23171 那它說要10個鈍位 Livis Dollar 不是Livis $10 Livis Dollar 題材有 那就125.056 哦 12056 那如果假設你真的拿了這個數字 不是 拿了這個數字 應該是 先看看 假設你剛才這裡就拿了 可能你拿10位數是 55 943 假設你拿634 OK 那你去減 那可能會減多一個不同的答案 那你試一下減一下 那現在呢 就出一樣的答案 但是有機會 那個少數怎樣不進位 就令你有機會錯 那這裡沒有錯 不代表將來沒有錯 所以呢 要麼你就給這個數額 要麼你就給這個數額 就寫下去這裡 就寫下去這裡 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 就拿這個數 這個數是不行的 OK 那就錯的 可以嗎 那大家留意這些地方 那其實逐步逐步去解 那可能英文 有些同學見到就很害怕 但是記住 你看題目一定是根據那句句子 什麼增加啊 多少%啊 這些一跡射這些 沒有死的 千萬不要去理解成就是什麼 哦 那它增長了5% 這個嘛 那我回頭計算 就減回了 千萬不要這樣想 這個是大錯特錯的 之前已經在土初段的題目講過 不是這樣想的 錯硬的 總之它被增加你 就一定是一加的 不會自己變成一減 一定不會的 錯硬的 所以大家記住這一點 OK 那就可以列出一條顏色的了 那當然你算得到整條題目 拿完分最好 拿不完 起碼你都不會連一分都收不到 你寫的一分都收不到 行不行 好 那短片就到這裡了 到這裡了